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认识一些不好的朋友 然后在感情上面就会一次一个又换一个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在这里有这样的迷思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跟自己的父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 然后他们经历了非常叛逆的过程 那我们鼓励他们来到青年挑战大会 然后透过青年挑战大会正面的鼓励跟信息 让他们有很深的反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美好的见证 比方说有一些学生他本来他在感情上面就非常软弱 然后他常常就是会教很多异性 后来透过青年挑战大会之后他认识他自己的过去 所以他开始过一个谨慎自首的生活 然后不再烂交 这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参加青年挑战大会的年轻人 他们从酗酒从抽烟然后呢就完全的改变 那我记得在有一年的青年挑战大会 那我们邀请一个讲员 然后他就呼召年轻人 然后把鼓励年轻人把口袋的香烟然后丢掉 然后当下就有好多年轻人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 然后把香烟然后通通丢在讲台的前面 当时我看到 烟酒 对当时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动 我知道这个聚会可以鼓励很多年轻人的生命 那其实我们也也也帮助了很多就是在小时候 其实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情欲上的问题 那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们从小就被村庄的人性侵 然后被冒犯 对被冒犯 然后他们活在那个非常痛苦的生活 那一直到长大 其实那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一辈子的痛 那透过青年挑战大会的讲员的鼓励 然后让这些孩子他们能够得到一个 而释放的机会 然后因着这样的聚会他们开始能够接受自己 其实有很多孩子 他们因为从小被性侵 然后呢他们的感情就非常的不顺利 所以他们烂交 又觉得他们自己不够好 从小就不够好 可是因为这个青年挑战大会之后 他们生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变 其实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他 他觉得说他开始轻看他自己的价值 是 不管是说他本来就很自卑 还是说他在部落里面可能受到这个性的侵犯 然后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说我自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算了干脆我就就也不必啊怎么样子 守身如玉啊 我也不必去找到真爱啊 就反正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喜欢 或是怎么样 我就好像就你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他们可能 甚至不是说好好稳定的交往一个人 可能同时之间或者是怎么样子 就很复杂的一个关系 是 但是当他自己找到他自己的价值之后 他就觉得说我既然是很有价值的 那所以我就我要好好的去找寻我生命中的真爱 是 当我面对爱情的时候 我的态度是认真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们也听到一些例子 就是在这个聚会之后 他们生命改变的例子就是 他们过去可能会想说透过交往可以找到安全感 后来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 他们开始认真想要 好好的找到一个未来的伴侣 但他们不轻易的跟任何一个人交往 乃是先好好的预备自己 然后甚至更神的寻求祷告 然后呢只等到真的爱他的人出现 然后呢他也确定这是他未来的伴侣 他才会做决定 所以我们也碰到这样子的例子 我知道我有一次很感动 有一次有机会去参加青年挑战大会 然后我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那个时候是八八风灾 是 刚刚发生三年前的时候 是 然后我知道在南投有些小朋友 他们是每一 可能每天都存钱 存个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 是 为了希望一年后能够来参加青年挑战大会 是 结果后来 呃桥断了 嗯 被风灾的时候这个水很大 是 把桥冲断 所以在南投山上一些 一些呃 原住民的小小朋友 就没办法出来参加这个因为 哇 觉得很失望 是 对 所以我就可以看一下说 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很大的盛会 对年轻人的影响有多大 是 对 不过这个很感恩 就是说是 像恩赐你这样的年轻人 你其实 你为了这个聚会 其实你付上很大的代价 对不对 嗯 呃 我们其实每一年 在 在预备青年挑战大会 的过程当中 我们 呃 常常祷告 常常聚集 呃 就是各地的青年礼秀 然后我们走访 呃 不同的部落 然后就是要告诉他们 呃 我们可以让 部落的孩子 年轻人 让原住民的孩子 能够 刚强站立 嗯 然后 鼓励他们能够 一起 呃 投入在当中 那其实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 乃是为了这些孩子 他们能够进入到更美好的未来 嗯 而我们在努力 嗯 是 呃 对于原住民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 会不会有一些 呃 呃 他们自己在认同上面 嗯 他们在认同上面 会不会感觉到迷惘 嗯 就说啊 他他能不能够以他身为 原住民族 是 为荣 是 呃 呃 这个这个问 这个问题 我我我常在想这件事情 嗯 呃 到底我们怎么 到底原住民怎么看他们 他们有没有以他们 身上流这个协议 嗯 然后他们的文化 嗯 他们是不是以这个为融 是 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对 对 对 其实这个这个问题是呃 呃 好多年呃 都隐藏在原住民心中的一个问题 呃 我我自己很深刻的想到就是呃 我记得在上一集我有分享 当呃有人嘲笑我 然后或者是呃 呃 开始呃 觉得我是原住民 然后是一个 一个一个非常非常呃 呃 不是很卓越的孩子的时候 我就 我会起来 然后我会 我会揍他们 哈哈哈 然后我会 我会让这些人 我会 我会给他们 给他们好看 对 让他们后悔他们 对 后来一直到我 我我自己呃 呃 开始成为一位牧师的时候 嗯 我自己也想要找到这个答案 那我我我我开始在我我所决定接受的这个信仰当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嗯 我开始肯定我自己是美好的 我相信我的族群 然后被被预备 然后呃 是有他特别的心意 所以呢我常常是这样鼓励我自己 就是我其实跟一般人是没有差距的 嗯 然后也因为我的自信心开始改变 因着这个信仰 因为信靠耶稣 我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价值 我就开始鼓励在我身边的年轻人 原住民年轻人 我说你要相信你的身份跟其他人是没有差距的 嗯 然后并且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是他们所做的你也可以做得到 嗯 甚至还可以比他们更卓越 当当我开始这样鼓励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他们心中的那个期待也是如此 嗯 只是他们听到的不是正面的鼓励 他们听到的是呃原住民很会喝酒 然后原住民然后你你可能是在某个部分很好 但是在那个部分你就是非常的不是很聪明 嗯 所以他们开始在强调在他们弱点的部分 对他们就会把这些都听进去 嗯 但是当我们鼓励这些年轻人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渴望成为聪明的孩子 很渴望成为一个呃有影响力的生意人 嗯 甚至成为商人 成成为教育界的的的的教育者 所以当他们开始更认识自己 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呃呃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努力了 嗯 对 其实我我我你你讲这我也很有共鸣 我这我因为我有个机会认识 在台东打人乡 是 有个医生叫徐超病医师 嗯很多人都称他叫超人医师 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有些人称他是台湾的使坏者 因为他他在呃打人乡是卫生所主任 嗯他是一个排湾组嗯道道弟弟的排湾组人 然后他从医学院毕业在七美医院当医生 嗯然后但是他愿意拿着呃在私立医院啊 可以拿到的薪水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跑到呃他的家乡去当卫生所的主任 他因为开刀呃这个看病过度操劳 然后开始呃中风一半是瘫痪的 那呃呃他他他自己呃就是说他除了在他的家乡里面当医生 他其实很看重教育这件事情 是他就开始做这个客服的书屋 然后很重视让孩子从小就读英文数学 嗯那他就常常鼓励他就常常鼓励这个 因为我我我我很少看到像他这么正面乐观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原住民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就是很乐观很积极 虽然他左半边都痰痪的 可是他就说欸年轻人你要好好读书 你长大才会像我这么帅 哈哈哈哈然后呢 哦也才会像我一样当医生他常鼓励 但是有些孩子就说哎呀这个当医生不是一般人呢 是你啊你不是你你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存在呃智商的问题 嗯其实完完全是自信的问题 是对就是说我我想很多不管是呃原住民 或是在我好像我在做万华的一些比较呃我们呃家家庭呢 是来自比较困难的家庭是是比较清寒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也同样的有这些自卑感是 其实他们的呃完全是很聪明的孩子 嗯但是他的内心会妨碍了他就说好像是一个呃障碍 所以他跨不过去的障碍他就觉得说啊我不行我不能 我做不到是我不聪明是 其实他很聪明可是他的自卑感阻碍了他往前 是阻碍了他去积极进去 嗯所以其实很多原住民年前面对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对对对并不是他们他们天生的知识很好的 只是因为他的这个呃很多人给他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给他标签 是他自己也相信的这些嗯东西 所以亲爱的挑战他会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打破他里面的这个迷思 对让他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价值是 找到他的自信心是 哦这个是很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是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部分呃不断的努力 我们希望呃每一届都能够看到更多原住民的年轻人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呃有众教会的呃牧师们我们一起努力盼望看见 我能够在呃我们这一代然后让原住民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我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呃没有办法了解教会在在呃对原住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是对不对因为呃基督信仰好像对原住民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对不对因为大概我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呃可能原住民都是都是基督徒 都是基督徒是对吗所以而且教会在很多的部落跟村庄都是在那个中心的位置是是 但是当呃这个信念很强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很正面的自我形象跟价值是 可是他慢慢的失去这个信仰或失去这个信念嗯他自己的本身的自我形象其实受到影响是 所以其实透过教会其实可以很大的帮助原住民去找到他们自己对就是说在在信仰里面 他们好像就有这个faith有这个believe是他有这个很坚强的信念嗯他重新找到他自我的嗯价值是所以我们一直不断挑战就像呃文豪哥分享的信心嗯然后不断的相信嗯然后呃呃 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生命有一个更大的转变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 年轻人呃对于过去所接受的那个信仰然后呢不是只是过去而是未来你可以继续靠着这个信仰然后呢建立更强盛的信心嗯然后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比 现在更好的年轻人嗯如果呃我在你呃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原住民年轻人他有什么样很好的优点让我们可以去呃我想我们很多人我们都要重新改变我们对原住民年轻人呃的下一代的看法因为我一直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呃 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嗯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很想要帮助原住民的小朋友或年轻人嗯可是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仍然 是在给他贴标签嗯或者是我们人家用一个刻板印象嗯去看他是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一边在帮助他可是一边也默默无形的伤害了他是对所以能不能够让我们大家一般的听众朋友我们都可以对原住民年轻人呃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就是说 他的优点是什么我们要我们要从一个优点呃的角度来看原住民的下一代是呃我想说若你要你要我说怎么样呃能够对待年轻人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般人啊对就是不要把他们当作特别的人不要不要把他们当当成啊你是原住民然后我是汉族你是原住民我是客家人然后不要有任何族群之分 若你们做得到的相信原住民也能够做得到耶就这么简单那其实原住民的的优点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不会不会太把把那个呃压力放在他们脸上你知道他们是很开心的的一个族群是所以他们常常就是让人家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是的的一个一个族群 然后是一个是然后是一个很很很很愿意接待接待朋友的一个族群所以呢你呃如果要要帮助你呃原住民的年轻人就让他们自然一点是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你你你你帮助他们是因为你相信他们可以跟你们一样是是对 我我我我觉得今天呃听恩赐分享我觉得很很感动嗯因为呃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呃我们需要打破我们对种族的想法是 是我觉得我在台湾呃前一阵子在有一个很大的新闻讲到我们说我们在台北车站是然后用红龙隔开外劳嗯跟我们那当我们常常在讲说美国有种族歧视有些人说其实台湾才种族歧视才是严重的哈哈因为我们我们对于呃东南亚的那些国家是我们可能很强烈的歧视就是说啊泰国越南嗯菲律宾嗯啊印尼这些我们好像我们看他们好像觉得嗯这些人跟我们不不不一样 嗯哦我们对于白人可能就有不一样的想法嗯我们对于这些东南亚又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是哦那呃呃我觉得其实这个主权东西需要被打破的嗯就好像以前人们看黑人嗯人们觉得哦好像在路上看到黑人哦小心小心他会不会抢劫我对不对在在街上看到黑人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害怕嗯这是因为他们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嗯哦有些人就说哦黑人有优点的他们很有节奏感 他们运动细胞很强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黑人不是只有这样子是他不是只有只是有节奏感或音乐唱歌好听或者是呃很会跳舞或是很会打球嗯不要忘记呃美国总统欧巴马哈哈他是从哈佛大学法学毕业的是对他他很很会读书对对对然后呃他也是美国总统嗯当他当当上美国总统的时候这已经证明了一切是对我记得以前波斯湾战争 啊这个鲍威尔将军啊他是这个沙漠风暴的带领者嗯但是他他他能够呃能够的指挥很多的军队啊他是这个呃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对他但是他也是个黑人他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嗯他的各方面都很受人尊敬那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以前人家看我们啊华人就是说我们华人是头脑很好嗯可是不善运动 哎可是林书豪也打破这一切对不对当林书豪在NBA里面也证明林书豪也是哈佛毕业的他很会读书可是也很会打球他长得不在NBA里面不算高哎可是他打得真的很好是对他也带来零三体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需要为族群放上一个刻板影响对华人就不会运动吗是黑人就不能够 当上总统吗嗯啊我觉得我想呃你你刚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所有族群都是一样的对也许我们的长相我们的肤色我们的语言我们说话的腔调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是来自不一样的文化嗯可是我们都有一样的天分是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生活当中去鼓励他们嗯支持他们赋予他们机会我真的很期待透过呃这次的节目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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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认识 原住民的年轻人是我们更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需要被鼓励嗯需要被支持是对在最后的时候聊一聊你的乐团吧哇现在你也有组了一个乐团对我现在呃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组一个乐团这乐团的名字叫手指印对然后呃我们这个乐团也在呃前年我们特别去考了街头艺人的证照然后呢呃 呃我们有一个那是很难考的哈哈哈哈现在在台湾的街头很多都是非常厉害我觉得可以当明星的所以你们哈哈哈哈哈哈对那那一年我们去考呃考街头艺人其实我们整个乐团的团有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想法也有一个梦就是我们渴望能够透过在街头唱诗歌然后向更多的人分享爱不单单只是原住民我们想向不同族群的人分享 嗯嗯嗯嗯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世界有温暖这个世界可以因为有爱然后可以合一这个世界可以因为有爱然后找到希望嗯嗯对所以呃我们就开始呃呃呃有了这个证照之后我们就呃经常会在呃就是呃街头艺人可以公开表演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会有一些表演然后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 然后告诉他们呃呃呃我们很渴望把我们所有的分享出去特别是我们真的很爱街上的每一个人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些艺人在你的呃在包括说幕后的制作人跟目前那些艺人在你的教会也在这个乐团的里面对不对是是包括金曲奖的得主王洪恩的乐手对对对他也是他也是在这里面对是所以我想呃其实很多很很很棒啊就是说你们最常表演的地方在哪里啊 我们最常表演的地方就是呃西门町六号出口哦哈哈哈哈哈哈哇那个是最多最多呃很很厉害有才艺的人都在那里呃所以我我自己也曾经默默的哦在当你们的观众然后在挤在人群因为你们都太红了太太多人围观所以我就在后面默默的听着你们的音乐哦然后呃甚至我知道你们也常常会呃去呃去呃去鼓励 好像在我们信门町那边有很多那种free hug哦就是去呃去认识朋友在乐团表演的时候也是有些人去认识朋友嗯甚至为他祝福是甚至有些人你们为他祷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很棒很棒的事情就是说呃你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你经历到这么多这么多波折嗯但是最后你因为上帝来改变你是所以你成为一个跟别人分享爱跟祝福的人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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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渴望为在当中的人祝福 甚至为他们祷告 然后告诉他们说 不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很愿意帮助你 甚至我相信 我所信靠的那个耶稣 也可以帮助你 所以那个手指印是指着神的手 带来帮助你 我想你们是最特别一个 街头艺人团 因为你们不是要人给你们钱 你们是希望你们把爱给别人 你们是希望把祝福带给别人 所以下次如果你在街上 如果你特别在西门町 你看到手指音乐团 不要忘记给他们掌声 但是他们更希望是神的手 能够来帮助你 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还有你的人生 都能够经历的改变 我想今天是一个很棒的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会谈 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各个种族的人 都是一样的 让我们能够 让每一个种族的 每一个族群的人 我觉得台湾是真的是非常需要 这样子的和好 非常需要这样的合一 因为台湾在 太多时候在政党 在选举里面 台湾是一个好像被撕裂的 蓝色跟绿色 然后北边跟南边 好像常常我们处在一个 很分裂的状况下 可是今天 也许在上帝的爱里面 我们可以有一个和好 我们发现其实 我们都很靠近 不管我们说的什么样的语言 我们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自于哪里 可其实我们都非常的靠近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族群的人 都需要被鼓励 包括我觉得 我也蛮需要被鼓励 我也觉得 我很需要被鼓励 像有一天 我像原住民一样 有这么好的 这么热情 这么乐观 这么多的才艺 很开心 能够在空中跟你相会 也很谢谢恩赐 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转动梦想 年轻人不一样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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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